天假最后一天不止收价车潮 屏东还出现了打疫苗的排队潮 上午时段原定8点半开打 有民众不会含风 7点就来排队就怕打不到 民众直言说因为担心收价之后 疫情会有变化 因此赶在开工前打满疫苗 一大清早天气冷嗖嗖 但在屏东市卫生所市大站外 已经出现排队人龙 几点就来这边排队了 6点50 8点半才开打 民众6点多就来卡位 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还有人自备座椅来排队 就是要赶在廉价结束前 打好打满第三季 在台北工作 因为我们要回去 他想说台北很难约 所以想说这个地方正好有 我们就过来 年初六开工前 屏东县府在各卫生所 开设BNT施打站冲打器 而在屏东市卫生所 总共准备了402个名额 开放民众随到随打 总共施打大概是402位 我们有预约的有50位 其他的就是随到随打 目前状况大概已经达到90位左右 而前一天 屏东火车站施打人潮更是大爆满 车站内人山人海 长长人龙从站内一路排到站外 队伍绵延百公尺看不到尽头 上午500个名额瞬间秒杀 后续追加200名额还是不够大 打疫苗人潮多到连远景都来维护秩序 听到下午还有500个名额 不少民众索性不吃午餐提前卡位 春节连假接近尾声就怕开工后 疫情大爆发 民众强打疫苗也让各地施打战再度大爆满 记者苏世伟评论的